全世界都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萎缩,美联储向劳动力市场降温很难。 因此,就算通胀下来,各国央行将无法像以往经济放缓时那样迅速降息。 市场往往讨厌不确定性,美国汽车工人罢工,美国政府或将在本周末关闭,科技巨头纷纷爆出利空消息,叠加一起,导致今天,那斯达克率先出现技术面跌破支撑,意味着还要继续下跌,下行空间打开了。 幸好,有最后一根稻草是200天的均线支撑,如果都跌破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那你就一定订阅关注我了。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那就给个赞吧。 首先来看,美国政府或将在本周末关闭,除非国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通过12项支出法案。 9月30日是筹资的最后期限。 美国参议院两党就一项短期支出措施达成协议,该措施旨在让政府在10月1日之后继续运转,并把拨款延长4到6周。 在停摆期间,政府只能把钱花在执法和公共安全等基本服务上。 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作人员将看到他们的薪水被推迟, 这给已经在应对利率上升和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提斯汽车工会罢工的滞后影响的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政府停摆一周,美国第四季度实际GDP可能会减少60亿美元,即0.1%。 高盛研究部首席政治经济学家Elec Phillips表示,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已经超过50%, 由于政策制定者在政府预算限制问题上争论不休,迄今为止通过的支出法案为零。 尽管政府停摆事件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加剧投资者的焦虑情绪并加剧短期市场波动, 但历史证据表明,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因为1976年以来,20次政府停摆的数据显示,在实际政府停摆期间,股价有50%的时间是上涨的。 另外一个值得投资者注意的信号是,美国消费者支出可能无法维持前三个季度出人意料的强劲势头。 一份来自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Wilson的报告称,消费者支出恐将暴跌, 美股今年表现亮丽的这一类股票将面临回调压力。 随着消费者支出放缓,学生贷款偿还恢复,某些家庭信用卡拖欠率上升, 既由价格上涨以及楼市数据走弱,这种走势正在加速。 亚马逊和特斯拉在内的美国非必须消费品类股,今年已累计上涨26%,是标普500指数13%涨幅的两倍。 上周,由于美联储暗示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美国股市暴跌6%以上。 威尔森并不是唯一对该行业感到失望的人。 高盛的分析显示,在同等权重的基础上,未来12个月非必须消费品板块的表现将比标普500指数低7个百分点。 此外,杰弗瑞的分析师下调了零售商福乐克和耐克等消费品公司的评级, 因为他们预计美国消费者将控制支出。 这位摩根氏丹利策略士表示,投资者应避免加息周期早期的赢家, 如消费周期类股、住房相关类股以及利率敏感类股和小盘股。 不过,他对股市的悲观展望,今年尚未成为现实。 他的团队建议投资者在防御型股票与能源和工业股等加息周期后期的赢家之间保持平衡, 并建议不要过于看空矿业和能源类股。 近日,在伦敦举行的彭博全球信贷论坛上, 债务市场的巨头们不约而同地表示, 他们看到了因利率攀升各国政府迫载眉睫的风险。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orston Sloan表示, 美国每周破产申请的企业数量已接近2020年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破产申请的增加,违约周期已经开始。 美国私募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联系总裁James Salty称, 全球借贷成本上升的真正影响还未在美国和西欧市场体现。 美银备受市场关注的明星分析师Michael Hartnett 在报告中指出,利率长时间维持在高位可能会导致2024年美国经济硬着陆, 并导致金融市场动荡。 当前市场上已经有一些迹象出现, 包括债券收益率曲线变陡峭, 失业率和个人储蓄率的上升, 以及违约和逾期付款的增加。 高收益债券违约率从1.6%上升至3.2%, 信用卡违约率从0.8%上升至1.2%, 同时汽车贷款违约率激增, 从5.0%上升至7.3%, 美联储官员继续坚持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 必然会让市场需要更长时间去消化更高利率, 从而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科技股抛售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利率上行对科技类成长股的估值构成更大压制。 因为这类公司通常在开始经营的多年内不会有收入和利润, 在进行股票估值的时候, 分析师使用债券收益率将这类公司的未来收益折现为当前的金额。 美债收益率越高, 这些公司未来收益的价值就越低。 而且, 现在很多美国的大中银行都给出5%的无风险年回报率, 这让很多投资者多了一个选择, 你不必承担股票市场的风险, 你可以从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收益率中获益, 会让更多人撤离开美国股市, 让美股承受压力。 伴随以上的宏观风险因素, 对冲基金加大了对股票的空投交易, 而衡量其市场定位的一项指标, 则出现了疫情崩盘以来的最大跌幅。 高盛集团主要经济业务的数据显示, 被称为快钱投资者或聪明钱的对冲基金, 加码了看跌压住, 上周将近杠杆率, 衡量多头头寸与空头头寸的风险偏好指标, 降低了4.2个百分点至50.1%, 创下自2020年3月疫情雄市以来, 投资组合杠杆的最大周环比跌幅。 与此同时, 摩根大通跟踪的对冲基金空投交易增加, 而摩根市单利的客户, 以10月以来最快的速度减少净杠杆, 增加了对科技股、零售股和AAA板块的空头头寸。 酿承这一轮悲观情绪的是, 美联储坚持利率在更长时间保持较高水平的决心, 这给已经紧绷的市值估值带来更大压力。 7月份, 标普500指数升至年内高点时, 以20倍市盈率进行交易, 比过去20年的年度平均水平高出27%, 高盛对冲基金业务主管Tony Pascorillo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客户活动一直是具有反射性的, 股价降低, 伴随交易界大规模降杠杆, 以及散户界承受投资损失, 尽管我相信美国增长的韧性和美国科技巨头的异于常人, 但从目前的水平来看, 我对明年的盈利或市盈率难以感到兴奋。 净杠杆下降意味着, 对冲基金对股市持较为悲观和谨慎的态度。 对冲基金风险偏好的另一个测量方法是总杠杆, 加总长仓和空仓。 当空投投寸增加时, 总杠杆可能朝与净杠杆相反的方向变动。 当前对冲基金空投投寸大幅增加, 导致总杠杆上升, 这表明, 对冲基金正在加大对股票的做空力度, 并且是带着高确信度做空的。 高盛数据显示, 美股净杠杆率出现自20年3月以来最大周跌幅, 因为对冲基金加大了做空步伐。 美国股市连续第三周出现净抛售, 并出现自2年1月以来最大的净抛售, 几乎完全是由卖空推动的。 非必须消费品是迄今为止竟买出最多的行业, 而能源是竟买入最多的行业之一。 此前该行交易员认为, 由于空投的规模, 美股临近又一场逼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